理解產業 你可以不去投資但產業的動向 你一定要知道 你不會在四年之後 哦 茫然 突然履歷打開 某一家公司找你 你就去了 然後薪水你也不知道 這個水準到底在業界高低不知道 然後這個產業未來有沒有前景不知道 這個系列讓你們全部知道 我們最後來看一下就是 究竟有哪些公司賺了錢 薪水有跟著上升 然後哪些公司賺了錢 結果薪資中位數還下降的 這就比較可惡一點啦 也沒有不是可惡啦 就是大家自己看著辦 這是我做出來的圖了 好 我們是直接拿 2021年跟2019年比 就是他賺了EPS賺了多少 然後跟他的薪資成長的狀況 基本上在左下角就是薪水 公司不賺錢 然後薪水也變少 右上角是公司賺錢 薪水也變多公司 右下角這邊比較特殊一點的 這些公司就是 EPS增加了 但是薪資中位數卻變少了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有哪些公司 右下角啦 我們來看一下幾個 我們來看一下 浴龍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浴龍就是EPS有成長 從-16到4.8 但是薪資中位數從94 掉到80萬 或許是因為他們員工人數 成長了很多吧 成長了足足有快200個人呢 可能是因為這樣把中位數拉低了吧 下一個是順達 順達賺很多耶 EPS從5.6塊到22塊 但是薪資中位數從120萬 掉到113萬 好啦可能又是員工人數啦 他們足足增加了70個員工 這裡面唯一出現的半導體耶 竟然是陽智 我來看一下喔 其實陽智2019的薪資蠻好的耶 中位數到200萬 因為他們員工人數算沒有變動很大 他們從19增加到218個人 所以他是賠的錢變少了 但是發的薪水也變少了 我想一下喔 我可以猜測到一些原因 我覺得應該是老手跳槽了 老手跳槽然後補了新人家 因為2019到2021年 其實算是 Design House大爆發的年份啦 比較有經驗的應該 我猜應該被挖走了 所以薪資中位數就從200多掉下來 但是就我所知他們確實有補了一些人啦 新零售 新零售做什麼啦 他們公司只有8個人而已 哪裡 8個人也可以上市 太屌了吧 8個人也可以上市 薪資中位數從73萬掉到45萬 但我想他們應該不care吧 我們來看一下右上角 就是剛剛講的升加電子 就是做sensor的啊 其實大概都是 半導體類都有啦 除了半導體以外的就是 就是海運類 最左上角就是沒賺錢 但是又發的多 沒有這種公司存在好不好 沒有這種公司存在 最接近 這是什麼 升達 紅準啊 這是紅準 紅準 EPS有掉 但是薪水還是持續加 而且員工人數還變多 紅準看起來 是真的可以呆喔 不管賺不賺錢 看一下有誰不賺錢 但還是繼續發的 還是看得到大部分公司還是遵守著 賺錢薪水會變多的路線啦 這其實也滿合理的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這兩三年賺比較多 然後薪資成長也比較高的 其實真的大概就是 半導體業 然後再來就是 航運類 其他就是一些 系統廠 電子廠 為主 另外我這邊有依照 員工人數跟薪水 的排行 我們可以看一下說到底 有哪些公司是員工人數很多 然後也發的不錯的 我現在看一下200萬以下 的薪資中位數 然後人數少的公司 常見的大概就是 200萬以上的公司 以下公司人數最多的 真的就是台積 總共有 53000人 第二名 日月光 總共有48000人 但是薪資中位數 大概是台積的一半 然後第三名 以員工人數來看的話 就是群創 再來就是國泰 中華電和友達 富邦金 金控國泰 國泰人數比我想像中的多 他們是不是因為還有保險 對耶 真的 對對對 因為國泰跟富邦的保險 都滿有名的 國泰跟富邦的保險 然後再來是中華電 接下來才是聯電跟中信金 還有南亞 那我們來看一下薪資的話 200萬以上 究竟有哪些公司呢 凌陽創新 凌通 群聯 立望 中鋼 陽明 萬海 信華 原相 聯陽 生家 潔力 瑞育 長榮 洪淳 細創 聯勇 聯發 金豪 哇 我們豪哥 位在我們這個 食物鏈的最頂端啊 傲勢群雄 對不對 看著 聯發想說 你也不過額二吧 如果以三年來看 聯勇還是比較強 基本上就是 聯勇 洪淳跟聯發 長距第一位 我們今天應該差不多這樣吧